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虎报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这个视频 是中国经济 下半年经济 尤其是 二十大之前这几个月 重大风险警示 千万别碰 小心加小心 干嘛呢 我们还是先从 这个房地产开始讲起 最近 这个中国政府 为了把这个房地产 扶起来 把这根大韭菜 重新扶起来 扶起来 扶起来再搁 躺平 扶起来 臭不了脸 毛足了 竟什么都干 最近什么都干得出来 背后是有原因的 给大家讲 首先我们看最近又干什么 你要大家体会一下 先是临波 临波是经济较好的一个地方 在中国经济算不错的一个地方 居然也搞房票 当然我们说了深圳也不行 没有需求 没有需求怎么办 创造需求啊 把那家房子给我拆了 强拆 强拆之后给你个房票 我之前已经详细分析过房票啊 没看过朋友可以去看看啊 房票那就是让你肯定要去买房 而且是一年之内 他毒死其他其他办法的 不让你拿现金 要有一万个办法 让你不拿现金 不拿其他的不换房货 对吧 就拿房票 要你去买房 哎呦 连临波都使出这一招的话呢 那是非常不乐观 也就是他现在要创造一个大的需求 他很迫切 中国政府习包子 我这十里三度都不换间 为什么这个时候 你看说巧不巧 要大面积的创造需求 要拉一大帮韭菜来接盘 哎 这背后是让你们赚钱吗 嘿 是吧 可能吗 让你们都来买房 然后让你们都赚钱 是吧 有没有这样的好事 天底下有这样的好事吗 共产党赚钱的时候 啥时候想到韭菜了 都是要接盘的 马上要崩溃的时候 15年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4000点是牛市的新的起点 让韭菜去买股票 2015年 可以去看了 是吧 哎 好事哪里轮得到韭菜啊 要逼 赶牙子上架 也要让你去买房的时候 还有啊 然后还有中山 你看哎 中山 那更加是是脸都不要了 脸都不要了 昨天啊 中山住房城乡啊 关于进一步优化 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申报工作通知 明确 每次降价不得超过5% 限跌量啊 跌停板啊 5% ST啊 这ST股 5% 三个月一次 三个月之内只能跌5% 跌多了就不让调验啊 不让你过户 根本就过户都不让你过户 也就是你这个不存在 当然可以双合同啊 我们之前有双合同有有三合同 是吧 涨的时候 他也现在有当时有有现现涨啊 是吧 那现在现在现跌 但是他给予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 不能跌太低 不能你说跌就跌 不能随便跌 也叫不能抛售 是吧 屁民不能抛售你们手上的房子 嘿嘿 啊 你说不能抛售 手上的房子是为麻呢 事实上啊 中山的房子库存相当巨大 中山一方面也承接了深圳的需求 也承接了一点顺德的需求嘛 啊 顺德的有钱 有些也也也搞到交区去啊 在中山搞个大别墅 啊 然后也承接了广州的需求 所以中山呢 那他是搞了大量的库存巨大 就一二一年的时候已经是 因为说中山只有三百万人 当时已经都慢慢排了个库存 现在我估计到十万去了 每一套房你想想 每一套房子三三口之家嘛 最最起码的 背后几十万 就里面有十分一以上的人在等 等着卖房一个一个城市啊靠 那那简直是库存巨大 那现在先把这些库存拦住 百分之五意为什么不让你卖 因为卖不出去 百分之五根本就卖不出去 九折都卖不出去 现在房子 百分之五意为什么 把你们的抛售拦住 不能让他形成市场的一个自我的抛售 或者自我的一个循环啊 你们就成交不了 成交不了 你要打消这个链头 你也不要卖了 我就不给你卖 然后再到这个深圳啊 哇靠 我就感觉麻烦大了 深圳住建局昨天啊 又搞了一个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规定 你在啊 当然那深圳是比较这个羞羞答答的 还是说你啊 但是就提出来就不对 提都不敢 不应该提啊 但是连深圳都理在本市修订明确申请人的 配偶 父母子女 无论有无存缴住房公积金 也可以作为共同申请人 同时明确申请人 配偶子女 父母是购房人的 就共同申请人啊 也就是一人贷款全家帮嘛 就是一个 连深圳都要搞一人贷款全家帮 这里面啊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两个层面主要是一个 那就是 这个楼市那简直差的没法再插 太差了 这个楼市插的太恐怖 连深圳都要搞搞这个首付贷 要你全全家贷款 那证明没有需求 这个需求不是意愿问题 我估计下面呢 没有能力 因为这个一人贷款全家帮这个东西呢 他他主要是个能力问题 啊 现在主要是能力 没有能力 中国人没钱呢 没钱 然后 然后也没有这个 有想买房的人 很多人没有贷款能力啊 如果有贷款能力的 可能他们啊 权贵大把钱的都都润呢 啊 所以就是 他现在一个给你个房票啊 你看多管齐下 一定要把这个楼市扶起来 这背后什么 当然能够扶起一点点 但背后这个时候这么急着去干这个事情 为什么 有一个重要原因 我看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房地产税要开征了 哎 你信不信 因为他他是可控的啊 他可以把韭菜扶起来割嘛 他现在要无论如何 用一切办法 什么给他个房票强拆 让他去买房也好 什么都好 把楼市热起来 热一点点也好吧 可能你无论怎么 我说到这个吃伟哥都印不起来 无论如何 没有以前这么热 但是 搞一点气氛出来 他还是有一万个办法吗 共产党还有办法 是吧 那就可以 现在你想想中国政府是什么 地方政府缺钱 一个是卖地这一块 另外一个是什么 如果能把房地产税开征出来 那就解决了这个地方财政的问题 某程度上 这个东西比在街头扣扣 什么电动车强多了 那么你毕竟有成本 要让交警装个摄像头也要钱 那房地产税都好 直接就躺着收钱 是吧 我定个规则 那么就自己打进来了吧 所以啊 现在他真的迫切需要把这个房地产弄下来 我和大家千万别别进坑 因为 他是去年21年的10月份 就把这个房产税4点扩大的征求意见是出来了 之后一直没有实施 但是这个征求意见 这个定案是没有撤回的 当时按悄悄让一些媒体去讨论 说他已经暂停了 这些都不是官方正式公告 这里面这很有艺术性啊 就是他很狡猾 他做了一通操作 让你觉得已经暂停了 但实质上官方文件没有暂停 房地产税现在是随时都可以征收的 这么一种状态明白了 所以 现在把楼市扶起来 他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征房地产税了 而且去一波库存 要让这个盘子更大 让大家把这个楼市违货全部扫清干 因为如果在开发商手里的话 或者说烂烂尾的话呢 这个房地产税是收不了的 那现在很迫切的就是要把这些房子 砸到韭菜手里面 那到时候就可以收房地产税 管他收不收得了 你卖盛也好 到时候你住在里面 你不把房地产税交上来 封你家门 或者说给你一个红码 那他还是比他在路上 接个车啊 对吧 茶酒家 比这些强多了 还是好办多了 而且这不耽误事 两个都可以干 解决一个地方财政的问题 解决一个卖地的问题 所以现在迫切需要把楼市先预热一下 所以这估计就是最后一波 大家能够把手上的房子卖掉的机会 这是最后一个机会 大家抓住这次机会 把手上的房子一定要卖掉 能因撤进撤一定要撤 就这个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不抓住这次机会 后面房地产税一开征 那你就跑不了 所以我就看这个价势 那就是这么个路数 因为除了这个以外 现在找不到很好的 你说这中国政府收钱的手段 确实没有很多 这个就是来的最快最稳 而且他很多手段 我们看到的 从创造需求到房票 再到限跌 限跌到时候解决一个订税的问题 能够让他在高位订税 收收的多一点 再有一个就是让你贷款更方便 甚至零首付就是让你进坑 让你把那个房地产证的名字 改到你头上来 一改到你头上来 那你就就产权钱嘛 产权钱你就要交税了嘛 所以这是房地产 但是能不能搞起来 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什么呢 那就是疫情 如果因为这个疫情 这个想法不能落地的话 那就完蛋了 因为房地产现在是最后一根稻草 无论如何要把它搞起来 要收房地产税 一旦这个搞不定 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了 这个中国政府要破产了 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很多的说要破产 到处罚钱搞得民怨沸腾 但是疫情 他就既要又要 现在疫情清零又是个难路虎 所以这些疫情我们得看 你刚香港2800 澳门146昨天新增 都是历史都是新高 这个大陆是112加240亿 我的天哪 那这些都是 都是创新高 首先是数字 然后是分布的区域 这些区域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一个你看三溪 这个运城市三溪 初塞阳线 然后内蒙古 一地启动疫情防控 市集响应 说又是筛查阳线 然后是漳州 漳州又来 林德 所以你看 你看这天南地北 中国到处都都在这个暗流涌动 在发生这个疫情 所以这里面 大家可以从这个内斗学理 这个理论来分析也好 这个 这两个东西有点矛盾 现在为了把这个楼市扶起来 这是一条路 但是清零 现在二十大之前 又要坚持清零 坚持清零 很多的经济目标没有办法完成 搞的这个经济 现在那就是个高腰锅 几个方面 这里也不是那里 也不是那些 进退失据 很麻烦的 你看全国到处爆发疫情 这两天是 然后郑州 这些管控又是 再加强郑州藏所码 又更新 上海7月5号到7号 全员核酸检测 全员核酸检测 那今天还在做全员核酸检测 澳门 你看澳门也夸了 澳门是新普京关起来了 你看新普京整个大楼关起来了 然后要筛查了 然后徐徐汇区全员核酸检测 然后周三的航班 那个渡轮 恢复了一天又停了 所以很麻烦 很麻烦 上海的 你看执行起来又都是很变态 要尽量做到一言一试 其实真的是扯淡 你这个同住人保持一定距离 在家里面戴口罩 这些都扯淡 家里面你该赶紧赶紧赶紧的拉倒 是吧 一个家庭 还有北京7月11日之前 进入聚集场所的人员需接种疫苗 他是反过来的 这个席保持的想法 他是觉得清零 才能促进经济 他其实是应该是放宽 能够促进经济 但是他是反过来 他觉得清零才能促进经济 所以说这个想法有差异 跟跟社会现在的诉求 北京你看他 他又要大家打疫苗了 进入聚集场所要打疫苗 那我记得什么聚集场所不进行吗 这不可能吗 那不不进超市 超市又要又要打疫苗 都不进超市 这是人能活吗 所以他很很鬼屌的 他是 北京是7月11日起进入聚集场所 人员全部要接接种疫苗 这些新闻出来 你看到 这东海心灵又抓的特别死 吐槽一下香港 你看香港这个哥佩凡 我们是戴口罩 这个保持社交距离 所以这个习近平不是密切接触者 戴口罩就不是密切接触者 我靠 那颠覆了大陆的定义了 大陆的哥哥都有戴口罩 怎么哥都不是密切接触者 哎呦 所以这个很鬼屌 要无期出小区要交身份证 要压身份证 把身份证压在保安处 怕你不回来 怕你出了小区就不回来了 所以都都管得很死 那经济肯定就完蛋了 还有一个就是外国制裁还要来 这个我们再开视频再说 所以几个因素综合起来下半年 将会有一个巨大的风险 哎大家小心了 无论是这个疫情 还是这个房地产 房地产有机会赶紧论 就这个意思 但是他很可能做不成 这之前很多东西他可能做不成 那中国政府不一定他想他想这么做 他不一定做得成 他有机会让大家可能会润掉 那疫情又这个清零又在坚持啊 所以哎呦 麻烦了啊 大家看着办 那先说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这个分享 拜拜 拜拜